来看到是何江中 徐姓正 还有范佐献 陈勋勋等人 都全部再度的交保 军典研印是要再度的提起抗告 目前在军检署有一个罪行的情况 就突然有个阿兵哥跑出来说喊救命 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伸冤吗 我们要请记者高华湘来告诉我们 华湘 好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就在军检署的门口 而刚刚就在这边发生了一起突发的意外 英明看中所的真心士兵 也是因为天气太热被太阳给塞运了 所以整个人失控 从到大门口 然后大门说有人要杀我 救命 引起在场媒体就是赶快来这边看 他到底状况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军方人员 听到他在门口呼救 所以赶快派人把他就是抬起来 赶快把他送到医务室里面来接受治疗 不过根据我们来说 其实就在昨天也就在这里的时候 就是有三名被告 也就是何江松 范左仙 已经徐庆正在这边二度烧到了交保 而不过到底这个法官认为说 他们交保的理由是什么 竟然是认为说 这三个人可以坦然的面对案情 而且没有串阵的预律 而今天属于他们也说 如果收到了裁定书之后 如果他们有心事证 可以就是证明这三个人 有串阵的可能的话 有可能会在五天之内提起的康告